我看著一個兄弟的立場 我都覺得小康的感情生活 會演化到怎樣的程度 你看我們都已經快要做阿公了 你們每天跟他相處的 我們還偶爾相處一下 我好難過 他都要做阿公了 我還沒有馬子 可是我真的覺得 他招到了好多女生喔 因為我每一段感情 我都是付出真心的 怎麼會被他講成糟蹋人家 可是每一個都很好... 我知道 我有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呢 過境遷返 很多事情都已經嘗試過了 那些...你知道那些 我們常做那些不能講的那些 對...不能講... 都做過了 做過了之後呢 也就沒有什麼新鮮事 然後動作也就變慢了 對 那看人家在做那些事情 都會覺得 都玩過了啦 對啊 好 請坐 我關你關你關你 我關你關你 是 都玩到你了 是... 阿棒也玩過了嗎 玩過了嗎 對... 阿棒... 阿棒這個人是... 蒙燒小 等一下... 不要看他平常這樣不講話 對... 對不對 阿棒私底下狂野 是不是這樣 很會喝 很會喝 他喝醉了會脫褲子嗎 那是我的專利啦 阿棒有另外 阿棒我覺得你... 你應該是有那個 我們原住民血統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我是台灣族嗎 你可能是... 對嘛 台灣最後一個知道的嗎 這麼好認對不對 那是救命啊 你不知道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不是 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阿棒 本人 申哥 你覺得啦 從以前到現在 你的脾氣真的有因為年紀而變好 一定會變的啊 是變好還是變... 就像你剛剛講 有人是變好 我真的沒有脾氣 那有人是已經有很多的經驗 我懶得理你們這樣 我跟妳講 不但那個... 自己覺得自己的性格在變 連你那個... 所有的知覺都在變 以前看事情都還... 還可以看著那個... 180度喔 現在...現在你去開車 然後都看那個 變成慢慢有一點 目光如豆的感覺 會的... 很快就會冷 我知道 我等... 我等... 還沒有 會的...很快就會冷 會冷 每天會冷 所以很多人那個動作 你就不適合再做了 年輕的時候就開戰鬥機嘛 年紀大的時候就開太空梭啊 你現在開太空梭啊 很好啊 那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 譬如說你年輕的時候 什麼事會生氣 但是現在發生了 你就不會生氣了 我想舉例 但是我不知道舉個例子 不是 講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他的... 他的舞蹈如果被人家拔走 他一定很生氣 然後後來就... 這也是其中一項嗎 這也是... 這也是跟年紀有關就對了 這項跟我的朋友切身的關係 結果是小小白 他現在就不會生氣了 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現在就不會生氣了 沒有 他現在去找的舞蹈員 都是我不會... 不會把他... 你說年輕的時候 我們看你生日 比如說先看胸部啊 先看屁股 先看腿 我...我這個話 是 我覺得我們都已經過了那個關口 是不是 要不然還有孩子們 四個 我們幾個孩子都加起來 都一個班了 還有人問我們這種蠢問題 對啊 不知道什麼可以答 到現在 你不答了他又不開心 他已經快50了 還在看女人都還是先看那個 不是 我們現在都已經是這樣子 OK 好 很好 我是請教 我這樣才會成為一個成熟的男人 這樣我才會照顧好我未來的那一半 小哥的意思可能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場的五位 你是屬於最有男人味 對 最有男人 我們都很有男人 你們還拍廣告 很MAN 什麼 為什麼不找我 為什麼不找我們啊 對啊 想要這樣我就生氣了 對 今年四月我們在墾丁有沒有 照我意思是真的 你今天在四月 不過他要跟那個廠商開會啦 就是現在那個秘魯的有沒有 還要叫人家廠商 不要跟他見面 不要跟他把我推拍一下 為什麼 小心眼啊 我把廠商找你拍就對了 對 他要不要生氣 他要看我這樣 本來就是啊 男人真的很認真啊 我十年 我十年才有一個廣告代言 你們主持這個節目沒多久 就一堆廣告到處這樣子 左看右看都是你們的 你萬一給我坐過來 兩句哈啦 瞬言了 我連那個廣告都跑掉 我不配啦 我也頂多在那個廣告中間 扮演那個烤箱場的人而已 為什麼不可能 為什麼要在那邊 年紀越大喔 整個心機就越重了 在這一點上我自己承認 沒關係 對 我是說小康 不是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男人越老 結了婚就越討厭單身 又青春 又充滿希望的男人嗎 是... 來 那請問一下 喝酒的方式有沒有改變 酒量自己就會退步很多 對... 我現在也照不住了 更慘的是第二天 完全不知道昨天 跟哪些人喝還是什麼 失意 會失意症 失意最可怕的 怎麼喝酒喝到失意症 這是正常的對不對 那你曾經在我面前失意過嗎 應該沒有吧 我失意我怎麼會記得 因為你起碼還記得我先倒了吧 我通常都比你先倒對不對 為什麼是經過啊 我跟你講 我這一輩子最討厭那種 明知故問的人而已 那阿勝貌離婚 那就是為了感情嗎 還能為了什麼 沒有 詐欺能為什麼事情 因為聲歌唱歌太感動 我每一次都... 對 然後想到自己的感情 就掉了 不會 好不好 對 我說 正在一個兄弟的立場 我都覺得小康的感情生活 會演化到怎樣的程度 你看我們都已經快要吃阿公了 你們每天跟他相處的 我們還偶爾相處一下 我都很難過 他都要抓公了 我還沒有馬子 可是我真的覺得 他招待了好多女生喔 因為我每一段感情 我都是付出真心的 怎麼會被他講成糟蹋人家 可是每一個都很好... 每一個都很好啊 我都不知道 我不好... 我不好... 我覺得此次節目最好不要分 真哥 真哥上次來你也變這樣子 因為我都聽... 你知道嗎 很多人... 很多人跟另外一半分手 都一直怪罪彼此啊 他偷情啊 他劈腿 他怎樣... 那我就問他說 那他怎樣... 他有怎樣嗎 他有過幾次經歷嘛 就分手 那他怎樣嗎 他對你不好 他... 他不知道是人格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他就...也沒有聽他說過 對方不好 對方不好 也沒有嫌棄人家 那就是... 我就比較知道的話那種... 那種不能言語的痛苦 那他...會劈腿嗎 他不好嗎 他不好嗎 他到底哪裡不對 你為什麼要跟他分手 我可以同意喔 但是你有你的苦嘛 你也說不出來 那你要說什麼 很苦 有苦說不出 分手之後 只要記得對方的好就好 都是我 都是我錯... 都是我錯 都...都錯 OK 這個精神大家要學 這樣以後 大家分手就不會惡言相向 也不會去什麼去攻擊人家 好不好 就是你剛出道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唱片的走向也好 然後音樂的曲風也好 或者造型也好 跟唱片公司吵架 除非那個人是你的仇家仇人 他有他的工作啊 他的認知啊 他的專業啊 他去做那個事是因為他 他覺得很正嘛 他設計的 然後他畫的圖 你寫的文案 他都一定有 他們每個人都想表現自己啊 那集合成一張CD 所以你是屬於鄉親專業的人 對啊 這個你現在這套衣服是 你平常穿的衣服還是 打歌用的 他平常穿得很恐怖 打外套脫下來 我們剛才裡面是什麼 就白T恤吧 就是編成平常穿的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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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